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我們特別 就要 介紹這個 成化鬥彩雞肝杯的實物 這個可以說是 首度 全世界公開的一對真品 為什麼我們敢說首度公開的真品呢 因為我們看回現在 全世界的博物館 包括北京的故宮博物館 台北的故宮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以及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館藏 其實 我們看回那個 從他的顏色 從他的造工 從他的構圖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那個應該是康熙房 或是青三代之後房的 為什麼我們這樣呢 我們說 有比較才能看得到這個 我們 拿著實物來跟大家對比 因為我們沒有拿到別人的實物 不過他有相片擺出來 我們可以跟大家 做一次對比 我們要多謝 來自香港人 收藏家 他們借給我們拍照 真的很小心 因為 一對杯 2014年的時候 一隻就賣 2億5千萬 連勇金要2億8 一對就要5億6 當然 成化的鬥彩街乾杯 是我們喝酒用的 喝酒 沒有一個人喝的 所以 除非你是李白月下獨爵 不然就應該是一對的 其實他當時 他就是不止一對 我們一會兒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故事 首先給大家看看 我們看看 大家看到顏色 所謂成化鬥彩 鬥字 就是要很鮮豔的 大家看看鮮豔程度 每一 每一條紋都是 清晰可見的 出現了 魔儀 孫太迷 一放下就沒事了 再看看 大家看看雞 成化鬥彩雞乾杯 第一時間就是先看雞 要看看兩面 因為他有兩面雞 第一面雞 是正面的 為甚麼 因為 你看一下大明成化 這個就是他的標誌 看看近一點 這個標誌 堆得很棒 就是那隻雞 真品應該是這樣才對的 因為他 這些是宮廷遇用的東西 當時是成化皇帝 以及 萬貴妃 是用來喝酒用的 所以 這個規格 一定是沒有可能 可以 改變的 給大家看看 這個 對上來就是這隻雞 稍後我告訴大家為甚麼這個規格 那麼重要 你看一下顏色 雞官 雞頭 那隻紅 現在也做不到 有深紅有淺紅色的 下面那隻 可以說是橙紅色 大家看看清楚了 那種紅的紋 絕對 是現在 現傳博物館的那些雞 你看下去你就會感覺 其他那種很噁心 一個皇帝 能不能接受那麼噁心的雞呢 大英博物館 台北的 北京的 大都會的 也很噁心 我們看完我們那些 看完我們這隻雞 這個雞頭向後面的 有實物可以對比了 真的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還有看尾 那個很生動的尾 而且是青綠色的 外面有些部分的訪問 是黑色的 肯定是不合格 兩種紅 我想現在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兩種紅 整隻雞 有兩種紅 雞官和雞身的兩種紅色是不同的 當然 我們的燈光問題 熄了它 又太暗 看得很清楚 打燈 然後這邊 雞頭向後 下面有幾隻雞仔 下面有三隻 一隻 兩隻 三隻雞仔 這隻雞腿 雞腿也是要求的 也不能夠太噁心 這隻雞腿是萬貴妃來的 我會跟大家講解 這隻雞是皇帝 成化皇帝 這隻雞是萬貴妃 這三隻就是他希望 跟他生的雞仔 予以兒孫滿堂 他希望跟他生兒子 原因就是當年 萬貴妃比他大17歲 所以他 只是鍾情於他 稍後我會跟大家講他的故事 不過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現在有聽說或者網上有查 這個就是背面 另外一邊 這裏頂 成化這隻 這裏是上面 然後 大明成化連製 下面 就是另一隻雞 當然這隻也是屬於他 不過三隻雞的位置不同了 這三隻雞 也是跟前面那三隻形態 接近不過是不同位置 有皇帝 皇后 還有三個皇子 這個就是成化 雞剛杯 你看他的胎 很薄的 胎做得很薄的 當然現在的房品也可以做得很薄的 但是鬥彩 之所以叫鬥彩 是增嚴鬥例的意思 什麼是例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外面的房品 你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們說 外面的房品 看看大英博物館那個 看看大英博物館那個 看看大英博物館 看看能不能放大 放大不了 我們 把世界幾個博物館 有一個圖 可以顯示給大家看 這隻 大英博物館的雞剛杯 這個正面 你看他的雞 雞頭 向後面 三條尾也算是比較接近 我們看到三條尾 這個位置 做得比較遲 但是雞的身 就很噁心了 這個 好像是一隻脫毛雞來的 完全沒有 美感方面也差很多 而且 雞腿也很噁心 完全看不到雞腿 就是一坨東西 這個就是另一邊 也是一樣 也是一隻脫毛雞 這隻 如果是皇帝 大家想想皇帝會不會接受到這種雞 這個顏色反而似一樣 其實是這隻紅來的 大家看到嗎 這隻紅花 其實跟那隻雞龜 應該是一樣才對的 但是他們做不到 他們做出來的效果很噁心 然後 成花 上面 就對不正 這個 這個 如果說官僚來說 一定不合規格 他一定是對著主角的 是不會歪的 歪了 肯定就是 後期的仿品 顧宮那隻是怎樣 顧宮那隻 尾巴很噁心 大家看看尾巴 不夠漂亮的 顧宮那隻反而就是 像那隻成花 跟大英那隻 因為有三隻雞 這三隻雞 就是相似的位置 雞拿的位置是沒有錯的 即是 顧宮和成花 和大英報物館那兩隻 最少一隻是假的 最少一隻不是真品 大家看看 這個身也是甩毛雞 你覺得皇帝可不可以接受這隻甩毛雞呢 這隻雞拿也是很噁心的 三隻雞仔 又是一樣的 對 上面呢 這個 諾款 上面對不到主題 這些一定不是官僑 官僑不可能 而且是矮一點 三點四厘米 另一邊 這隻雞仔也是完全沒有氣勢 所以 北京那隻 顧宮博物園 他們已經承認了他們那隻 訪品 台北那隻 台北那隻 這隻比較接近一點 起碼能對到一點點的主角圖 不過也對不到那隻雞官 三隻都不同 現在我們就這樣看給大家看 台北北京和大英報物館三隻版本都不同 他們三隻之中有兩隻是假的最少 好了 大家看到 其實外面普遍的版本都是脫毛雞的版本 那隻雞生是脫毛的 真的非脫雞毛 三個版本都不同 你看看這個 諾款對上面那個又不是主角來的 這個當然不合格 這些官僑如果是那個 畫師或是這個做出來 一定會被皇帝斬頭 所以這個肯定不是官僑 我們看完這些 現存博物館的照片 再給大家看多一次 我們的 我們的 照片 好了 因為大都戶博物館就顯示不了出來 不過 肯定他這個落款也是對不正的那幅畫的 對不正的主角 就是這隻雞 這隻 就是另外英國 英國維亞博物館的收藏 這隻更加 完全沒有美感 你看不到有甚麼美感 也是脫毛雞 一般外面的版本也是脫毛雞 還有一隻 兩隻 三隻雞 我們給大家再看多一次 我們的 一隊的藏品 我們給大家看看我們的藏品 要比較下去才會知道 這一隊 其實 兩隻杯造出來 也有一點點分別 沒有可能完全一致 不過 落款很清楚 大明成化 一定是對著這隻雞的 大明成化聯制 上面一定是這隻雞來的 而且這隻雞也是回頭的 兩個是一樣的 當然你看到 上面的邊線 因為人手畫 也不可能畫到一模一樣的 所以邊線有一點出入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不可能畫到一模一樣的 除了是被封出來的 規格是一樣的 三隻雞 正面的三隻雞 背面 也是一樣三隻雞 不過位置不同了 你看 你看 就算這隻雞 也是畫得比較仔細的 看完 這隻 跟其他博物館的幾隻 我想大家如果懂得看 就這樣用肉眼也可以分別出 哪個比較 像樣的 你看 這些不是甩毛雞來的 整隻雞 那種顏色 這隻雞才可以符合 鬥彩 因為鬥彩的意思是有下青花 有上彩 先用青花畫了輪廓 然後再上彩 而且你看到這隻雞也能夠做出兩種顏色 就這樣看上去可以有兩種顏色 其實青花也可以的 這隻雞和這隻雞 都是做出兩種不同顏色 有深淺的 這些 才可以稱為為鬥彩 而現在外面現存的 可以跟大家說 應該是以康熙 是仿最多雞肝杯的 而外面的版本 估計也是康熙的 仿成化的雞肝杯 這一對 價值連成 真的要給大家看看是真真正正的價值連成 雞肝杯 雞肝杯 我們先介紹到這裏